好 感谢神再次的能够在你们的当中来 能够有机会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那既然今天你来了神的殿 那你有带你的礼物来吗 问你旁边的人你有带礼物来吗 可能很多人说 来聚会要带礼物的吗 我以为来教会是 应该是教会给我礼物的 因为常常三回后就有食物吃 但是你今天来聚会 你有没有带礼物来 谁有带礼物来的 没有人带礼物来 只有Raymond带礼物来 Raymond你带了什么礼物来 圣经 谁有带圣经的 这样不是有带礼物咯 跟你旁边的人说 其实你有带礼物的 那今天我要讲的礼物呢 当然圣经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你渴慕神的心 问你旁边的人说 你有心吗 有心还不够 最主要是什么 你有渴慕神的心吗 好不好 来我们大声的问一下旁边 拍拍他说 你有带渴慕神的心来吗 所以如果有渴慕神的话呢 等一下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大声来念 如果我们有渴慕神的话呢 等一下呢 我不要看到有人是 睡觉的 OK 好不好 可以做到吗 Amen 好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 很重要的信息 要告诉你们 OK 就是五个核心价值 跟我说五个核心价值 五个什么呢 我们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 core value 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重要到怎么样呢 等一下我们会来分享 那我想问一问大家 谁有 谁在这里是做建筑行的 有建建 就是有建造房子的 有吗 有吗 哦有 哇 我看到有些人 刚才我在第一堂 我问他们 有谁有建过房子的 诶 有几个人是举手的 后来我去问他们 诶 我很想知道 中学生 怎么可能有建造过 建过房子呢 后来原来他们听错了 他们说我以为你讲 有没有建过房子 所以我就举手 OK 所以这故事教训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听清楚 OK 所以我们要听 听的 我们的耳朵要打开 刚才有人举手 对对 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 我们有建过 就是有建造过房子 你没有建造过房子 也没所谓 但是你有没有玩过Lego 请问 有 谁很喜欢玩Lego的 来 哦 俊威第一个 OK 我的儿子也是Lego的Fans 所以我应该带我的儿子 去俊威的家 他应该会很开心 所以当我们建造 一个Lego的房子的时候 请问我们会不会 在建房子的时候呢 我们会 我们想建一个 很漂亮的 一个Lego的房子 那我们的 这个的base呢 我们会不会放一根 长长的竹子 然后把那个Lego放在上面 我猜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子做 或者是你放一根的筷子 就顶着那个房子 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子做 为什么 因为会什么 会倒 倒塌 因为那个的根基是很重要的 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建筑房子的时候 我们很看重这是什么 房子的 跟我说根基 所以尽管我们许多人 我们都不是建筑工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个就是什么呢 在任何我们所住的永久性的建筑物当中呢 不论你是住在庄屋啦 水泥屋啦 或者是木屋啦 我们都会看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 它的地基稳不稳 它的根基稳不稳 在马太福音来我们 我们今天晚上会查考很多的圣经 所以呢 真的把你的圣经打开来 我知道当然我们会有影幕 但是我鼓励大家 挑战大家就是 我们2019年我们学习多番圣经 马太福音第七章 24到27节 好 阿们找到了吗 在新约第一卷书 非常的简单 马太福音24章27节 第七章24到27节 如果我们找到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 大声的来念好 OK 刚才我们都说我们有带我们的心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大声的来念 OK 一二三 所以 去去去行的 好比一个什么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转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转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什么呢 倒塌得很大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呢 有两种的建筑物 一种呢 是建在哪里呢 建在磐石上 所以它的根基建在磐石上是稳固的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它的房子建在什么 沙土上 所以呢 当风吹雨打 水冲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得很大 所以在这里 圣经 从这里面的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根基一定要对 我们的根基一定要什么 要稳 因为根基限制了 整个建筑物的规模 及它的重量 如果今天根基不稳的话 就好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圣经节 房屋就会怎么样 房屋就会倒塌 不单只倒塌 会倒塌得很重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我们跟神的这一个的关系 的根基呢 只是建立在沙土上的话呢 风吹雨打 一点点事情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 上帝本来创造我们美好的旨意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紧紧地跟随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CYC 为什么我们很看重 一些很核心的价值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价值就是在圣经里面 神教导我们的 而当我们在建造CYC 这个神的家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根基的话 很容易当敌人来到的时候 跟你说 CYC不好的啦 哎呀不要这样爱神啊 不要这样服侍神啊 我们的根基就会怎么样 就会倒塌 不单只倒塌 我们会倒塌得很严重 所以每一项的工作要达成 达标要成功 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 还有我们的整个价值观 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观念 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 很多的很成功的企业 麦当劳 谁有吃过麦当劳 麦当劳 有吗对不对 喜欢吃吗 好像不是很多人喜欢 KFC谁喜欢吗 哎更少人 OK 现在的肯德基好像不是很好吃 OK 然后有谁喜欢 上Facebook的面子书 有吗 哎 现在的人好像都不喜欢上Facebook 这样你喜欢上什么 Instagram 谁喜欢上Instagram的举手一下 哇 OK 那这里的人都不要Facebook 也不要Instagram 那你们要怎么样 阿Key你上什么的 看圣经 OK 好 非常好 我们给阿Key一个掌声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面子书啦 Instagram啦 麦当劳啦 肯德基啦 他们会有今天的成功 肯定有他一些在运作上的一些的基本的概念 甚至马云 认识马云吗 我在第一堂讲马云 他们个个 哎 完全是很多星星 不知道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人 他们在成功的路上 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什么呢 他们在管理 他们的整个企业的一些的观念和概念 所以以致他们今天能够成功 一样的 在去年神给了我们FGA CYC整个教会 甚至FGA整个教会 给了我们M100 Mission 100的使命 所以这个使命 是一个非常神 非常看重我们 把这一个的使命交在我们的手中 所以当我们要去完成 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的时候 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在这个的核心的观念上 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医治 都需要明白 要不然我们就会什么呢 分裂 要不然我们就会什么呢 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走得更远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大家的观念都不一样 到最后怎么样 魔鬼得益处 因为他就看重了 哦 因为你们观念不一致 那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甚至分裂 所以今天晚上 当我们在谈这个五个核心价值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不要拥有一种心态 是觉得说 我已经知道了 我在教会很久了 I know 虽然你懂 但是你有没有活出来 虽然你懂 你有没有持续性地活出来 很多人懂 但是有没有活出来 有没有持续性地活出来 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教会 我们都学习很多的东西 但是这些的神教导我们的这些的话语 我们有没有真的 很live的 很生命地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五个核心价值的时候 我希望YP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像一个单纯的小孩子一样 什么是单纯的小孩 就是 嗯 是 这个我要学习的 嗯 上帝你帮助我 上帝我要改变 上帝这个东西我要学习 而不是说 啊 听过了啦 啊 我是玩手机 你来聚会 请你不要玩手机 如果你觉得来聚会 是要在这里消磨你的时间的话 坦白说 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 你不需要来到教会这个地方 我希望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带着我们渴望的心 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Amen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敬畏神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谈的五个 其中最重要的一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一起说火热爱神 我们今天讲的 不是外在的火热 不是说我们一起拍手 耶 一起呼喊 这种的火热 当然这种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讲的火热是什么 心里面的一个的火热 我想问大家 你来教会 你是要看到教会的人 是心里火热的 还是你要看到 教会的人是心里冷淡的 你去小组 你要看到这些人说 嘿 我们要传福音 好我们去 我们去到街头上 我们去布道 嘿 我们要 可慕神 我们早上清晨 气点起来 我们要临修祷告 哇 进食祷告的时间又到了 好兴奋啊 还是你去到小组 去到教会 冷冷清清的 赞美神 没有人拍手 然后呢 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每个人在那边打课睡一睡觉的 当我们说我们走出去布道的时候 要咩 要走出去咩 很累咩 这么这样的 你觉得你要选择成为哪一种的基督徒呢 我相信你是聪明的人 今天我们要选择成为一个什么呢 火热爱神的基督徒 在启示录三章十五章十六节 我们来看 在这里神是怎么说的 在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我希望大家真的把这个经文 深深地烙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不要成为被神吐出来的那一个 这里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怎么样 不冷也不热 跟我说不冷不热 我巴不得你什么 或冷又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将你怎么样 跟你旁边说 吐出来 请问你什么时候会吐出来 把东西 什么时候 请问你吃的东西好吃的时候 你会吐出来吗 不会对不对 但是你为什么会吐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难吃了 一样的 今天神说什么 我把你吐出来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火热爱神的话 神说什么 我把你从我口中吐出来 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 我们还有一颗火热爱神的心吗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是因为一个order 一个命令 一个时间到了 遵守我们宗教的一个规条 因为神说不能停止聚会 好了我来聚会 但是我来聚会呢 你不要叫我服事 你不要叫我赞美敬拜 我就站在我的位置就好了 你也不要叫我开口唱歌 然后我在信息时间的时候 我打磕睡你不要叫我起来 我总而言之 我就是有履行了 我一个宗教徒的责任就对了 No 这里神说什么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火热爱神的基督徒 那你说 小燕传道要怎么样火热呢 How 要怎么样 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8节 马太福音22章 这里应该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就是上帝给我们 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 什么大诫命呢 这里说什么呢 那中有一个律法师 他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他们就挑战了耶稣 耶稣对他说什么呢 来我们一起来念 念到38节就好了 一二三 尽心尽意爱主 耶稣怎么回答这般法利塞人呢 耶稣说什么 第一条是最 而且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 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的来爱主我们的神 什么是尽 就是 with wholeheartedly 就是我们要全心的 我们要整个人的 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什么 全部 上帝就是我们的全部 而且尽心也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全神贯注的 在你的生命里头 你最重要的位置 你是把耶稣放在你的生命吗 还是你最重要的位置 常常有任何的东西来取代你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问我说 嘿 小元姐 我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做决定啊 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做选择啊 我很多时候我都会跟他说 那你觉得耶稣要你怎么做选择 如果今天你把耶稣放在你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呢 你就懂得如何做选择 你就知道如何的来 怎么讲 把最好的献给神 该隐和亚伯 两个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该隐他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 所以神看中亚伯的奉献 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活热爱神的时候 就是一个全人 全生命的 来什么呢 来爱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爱我们的神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 hold heartily来爱我们的主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 我们会想尽办法 听好哦 我们会想尽办法怎么样 讨神的喜悦 请问来聚会迟到 神喜不喜悦 问一下你旁边的人 迟到神喜不喜悦 但是我看到 每一堂第二堂的弟兄姐妹 不是我要长期 不是我要在这里责备你们 我每次看到呢 七点半的时候呢 很多人还是没有坐在这个的地方 很多时候到八点钟的时候 人才散散地来迟 甚至八点半 人才走进来 那今天 这个是想尽办法讨神喜悦吗 我知道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理由 工作啦 塞车啦 要这个要那个很多的东西 但是今天 既然我们说神 我要尽心尽意地来爱你 你是我生命的全部 难道今天 来聚会 准时 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早到 我说准时好不好 都很少人 可以做到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赵荣基牧师 你们认识赵牧师吗 赵荣基 就是全世界 在韩国最大的一个教会 赵荣基牧师的教会 他说 他们的教友 他们的这些的会友 他们如果八点聚会 他们基本上 七点半就坐满了人 甚至有些人更早七点半 他们来到这里做什么呢 他们来到这里不是谈天 嘿 WhatsApp WhatsApp啦 然后呢 沟通啦 然后呢 谈天啦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做什么 他们坐在他们的位置上 开始地祷告 他们开始地寻求神 开始为整个的聚会 来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有这样预备的心吗 还是今天我们来到 山山来自还没关系 还要特地大摇大摆的 走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 有没有想尽办法 讨神的喜悦 活出我们生命的见证呢 当神要我们去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说 哦 神OK 我去做 当神说 嘿 现在我们M100 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说 好 神OK 可能我有很多需要调整的部分 但是没关系 上帝你喜欢我去做 我就去做 还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神啊 我的需要比较重要 你又满足我的需要吗 你看我去这里 我去那边 哇 我很多挑战 怎么办 我记得在 忘记了 我在几年前读圣培 忘记了几年前 我记得我第一天在 Orientation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了 我第一个的儿子 那时候他应该才 三岁 四岁 忘记了 三岁 那个时候 其实我挣扎了很久 我才报名去读圣培 因为我知道说 那个时候 只有我 也不是只有我 当然在CYC也就我一个妈妈 去读 这个的圣培 所以我跟神说 神啊 你知道 我读圣培 我要调整我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 我又要安顿我的孩子 然后 当我要去Mission的时候 我孩子怎么办 然后呢 我说 而且每一天 还要做很繁重的 这一个的功课 而且我也太久没有读书了 我也不知道 我应付得来吗 哦神啊 哦你知道吗 我还有很重的服饰 那个时候 我还有很多的 很大量的服饰 所以我 我一直的在心里面 我一直盘旋着 但是我说 哎神啊 不想这么多了 哎我就报名了 但是其实我心里面 还是有很多 对神的那一种的 也不是说埋怨 就是很多的 这一些的 怎么讲 就是跟神 argue的地方 你知道当Orientation 第一天的时候 上帝他就对我说话了 他透过目着 就分享了 他说 你知道吗 很多人 我们都对神 很多的要求 他说就好像 他见过有一个的人 他说 这个人呢 当他 有一天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钢琴家 他说他一个月 可以赚上 上万吧 的收入 但是呢 有一天呢 他就回家的时候 他就跟他妈妈说 妈妈 我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寻回 我的这个 干情的 这个工作了 他讲 我就做一个 服侍神的一个 varrantier就好了 他妈妈就很 惊讶 他说我栽培你 这么多年 我花了这么多钱 栽培你 你现在跟我说 你要放弃 你那美好的工作 你去服侍神 你是不是 讨卡派料啊 是吗 是这样讲吗 头脑坏了吗 你真的是 这样的 为神吗 你爱神 神会给你饭吃吗 你还是要吃饭呢 你知道这个儿子 怎么跟妈妈说吗 他说妈妈 你怎么这样想呢 他说你不是告诉我 我们的神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吗 祂是爱我们的吗 祂是供应一切的吗 所以今天 我能够服侍这个神 我能够成为祂的儿女 是何等的荣幸 嘿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常常觉得 是何等的荣幸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啊 有吗 还是你觉得 何等的不幸 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何等的不幸 我要常常来聚会 No 所以当我那一天 我第一天听到 神透过这个牧者 跟我说的时候 我整个心态 我就改变了 我跟神说 神sorry 对不起 我说今天我服侍你 我可以成为全职同工 我可以 能够在这个岗位上 我能够服侍你 虽然我可能比别人辛苦 我虽然要调整很多的东西 我虽然要付出很多的 别人可能不用付出的东西 但是 I'm proud 我觉得我很荣幸 为什么 因为我能够服侍你 因为我能够参与在 神你给我这个的意向里面 Amen 跟你旁边人说 我非常荣幸 可以在西外西 我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OK 所以下次不要迟到 OK 所以第二 我们要如何的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的 除了我们会想尽办法 讨神的喜悦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不会轻易的什么 放弃神 离开神 我在教会 应该超过四十多年 四十年 我从小我就在教会长大 我没有离开过 我没有去过 可以说是半途去其他的教会 我都在这个教会长大 那天 以前我就跟我的丈夫说 奇怪哦 这么我们 我们不会抵辑的 我们不会去到 我们不会跌倒的 我说诶 当然有一段时间 我是有暂时离开 但是我说诶 我们都好忠心在这个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上帝能够给我一个最好的丈夫 然后我丈夫又可以取到一个最好的我 趁机称赞一下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 我在我跟我丈夫讨论 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就不能忠心坚持地走在上帝的这一个的教会里面 他们总是会有很多的借口理由说什么呢 哎哟 因为我的领袖不再爱我了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这一些的回应就是说什么 小组没有爱 领袖不爱我 然后这些的身边的人不爱我 然后呢 可能有一天你 可能 你在 我甚至遇过一个就是 当他走进来的时候 没有跟他打到招呼 他就受伤了 我不要来教会了 为什么 因为那天小月姐没有跟我打到招呼 我不要来了 可能因为一些的事情 心里面受伤了 因为领袖讲的一句话 明明不是讲你 但是你心里面以为他在讲你 受伤了 为什么不服事 因为那天 那个俊伟讲 我唱歌唱得不是很好听 所以我从此 我不要再带赞美敬拜了 很多时候 我们跟随神是因为人呢 还是因为我们真的火热爱神 很多的事情 会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 在这个罗马书 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来我们来看 这个经文常常成为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 在罗马书八章 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什么 患难吗 当你的生命遇到患难的时候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选择继续地依靠神 还是你选择埋怨神 是什么呢 是困苦吗 是弊薄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会什么 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让我们不再火热地爱神 让我们能够有理由跟神说 神你看 我爱你 但是我为什么我会生病 为什么我会有癌症 主我今天服侍你 为什么我在事业上都不顺利 神我爱你 但是你看我到现在 还找不到我的伴侣 神你到底在哪里 我不要爱你了 我还是出去外面 寻找我自己的伴侣吧 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 去什么呢 放弃跟随神 不来教会 不想要服侍 甚至不想要继续地 来走在神的道路上 嘿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从来不会什么 离开我们 即使今天你说神 我不要再爱你了 我要放弃你 但是神还是什么 坚持地爱你 在我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呢 在大专的时间 我有一段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我是怎么讲 开始的就是 没有什么来 来到教会了 我没有 我有来教会 但是我没有再火热地服侍神 甚至我的生命 渐渐开始后退了 你知道 我讲很多的 我用很多的理由 去跟神说神 我不是不要来 是因为呢 我要开始 我到了年纪 我要找我的伴侣 我不是不要来 我工作忙 神啊你让我出去闯一下 我放纵一下我自己 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可以很乖了 我跟神说很多的理由 但是你知道 在那段时间 神的爱每一天都充满我 神告诉我 说孩子我爱你 你回来吧 我爱你 你回来吧 所以当我真的 到了一个顶点 我知道说 上帝 我不应该放弃你 因为我知道 你从来没有放弃我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去放弃神 因为上帝 祂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否认一样事情是 我们的身边 固然都会有很多的挑战 This is a life 这是生活 我没有办法选择说 今天 神啊我的生命 一帆风顺 我生命呢 我永远我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 总是会有什么 都有困苦 在这世界 本来就有什么 苦难 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里面 神说什么 我们有平安 所以如果你爱神的话 你就不会跟神说 神 因为我不爱这个领袖 所以我不要爱你了 你不会跟神说 神我今天因为工作 我不要你了 当越多的挑战 进来的时候 恭喜你 为什么说恭喜你呢 是你经历神的 一个最好的时间 是你依靠神 最好的一个时间 Amen 第三 当你爱神的时候呢 除了你会想尽办法 讨神的喜悦 你不会轻易地放弃神 你会什么 你会完成上帝的心意 就好像今天我做儿女的 我知道我的爸爸 很想把他的生意 可能这一门的生意 继续地 继续地经营下去 甚至能够发扬光大 我们做孩子的 我们会想到什么 这是我爸爸的心意 我要帮助我爸爸去什么 去完成它 同样的今天神在FGA CYC 神在FGA这个教会里面 他的心意是什么 他的心跳是什么 就是 一百间的教会 一百间的门徒 请问当你听到 这个mission的时候 你会说 哦神啊 请你使用我 你会把这个意向 放在你的祷告里面 你会跟神说 神啊 预备我 我很期待我自己 能够呢 有一天参与 能够甚至在其中的一份子 还是你说 跟我没有关系 That's why 很多时候你来到教会 你跟神的关系 那只是一个表面 为什么 因为你不认识我们的上帝 如果今天你了解他 你明白我们的爸爸 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想尽办法怎么样 去完成它 因为这是我们爸爸的心意 所以今天 当我们要爱神 我们不是只是来教会唱唱歌 然后呢 听听信息 我们就回去了 我鼓励你们在这一堂的 神在你们里面的呼召 不是这样而已 上帝有奇妙的带领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你相信吗 Amen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继续的在神的里面 有一天你会看到 Oh That's why 上帝 我在这里 Oh 不怪的啦 上帝 你给我这样的经历 Oh 不怪的 上帝 你把我放在一个 我最讨厌的小组里面 就是有一天 我要带领的人 就是这个最讨厌的人 因为我可以超越我自己 去接纳他 对啊 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 我也问神为什么 神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癌症是我 但是当我康复过后 我发觉 我有了这个经历 虽然不是我很想 但是我能够 可以跟很多的人 分享见证 鼓励很多在癌症里面的人 所以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上帝 给我的一个的经历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成为一个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我们不要成为宗教徒 我们要成为什么 一个真正爱神的门徒 Amen Amen 跟你旁边人说 成为爱神的门徒 第二 除了我们要火热爱神 在大诫命里面 刚才我们在看的 那个大诫命里面呢 除了我们要 尽心尽意 尽力爱神之外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 彼此相爱 上帝要我们什么 彼此相爱 在约翰福音 15章12节 这里说什么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这是一个什么 This is an order 这是一个命令 上帝命令我们要什么 彼此相爱 因为像他爱我们一样 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怎么样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今天你在家里面 你的家人有看到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还是你家人看到说 哎哟 基督徒是这样的 哎哟 不要啦 你叫我去教会你 你看你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一个 让神认出 让众人认出 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呢 还是别人看到我们是摇头的呢 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积极的去爱人 坦白讲 爱可爱的人容易吗 爱可爱的人 爱你爱的人容易吗 容易 就好像今天在这里已经有伴侣结婚的 请问你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一个祷告就是 你会做一个祷告就是 神啊 让我的伴侣呢 是让我看到我会呕的 然后呢 我看到他就讨厌的 我不喜欢他的 有吗 我相信没有人 对吗 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祷告是什么 神啊 我今天我要选择的伴侣 一定是 我非常的爱他的 他也非常的爱我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里说这就是一个爱 所以当我们要去爱 我们喜欢的人是很容易的 但是当我们的身边出现一些不可爱的人 常常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觉得 如果他今天没有来就好了 他如果不出现在我的身边就好了 如果他今天呢 看到我的时候 他走开就好了 但是有些时候你发觉神很奇妙的 神就是偏偏把这个人放在你的身边 为什么 因为他要你学习去爱人啊 他要你学习去什么 用神的爱去爱他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 要爱不可爱的人 OK 爱可爱的人太容易了 所以今天晚上过后应该你开始的去想 谁在我的小组里面 是我最不喜欢的 在这过年里面你要做什么 OK 要爱他 要学习去爱他 可以做到吗 那声音很小 可以 又讲我们爱神 OK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二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 什么 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什么 明的罗 想的拔一样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 什么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 只是来聚聚会唱唱歌 然后爱一些可爱的人 回家 我相信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我们什么呢 我们真的活出一个爱人的生命 简单吗 不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 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当你在小组彼此相爱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这些新朋友来到的时候 你不用多说 他可以感觉到小组的爱 他会告诉你说 你们很特别 我很想参加你们的小组 我感觉到你们很 brother sister 我很想来 你很想你的小组 成为一个这样的小组吗 还是你常常 哦要做很多东西 但是 众人都感觉不到爱 所以今天 我相信上帝在跟我们说话 如果你要看见 你的小组有爱 不是说 主长你先爱我 主缘你先爱我 先跟你自己说什么呢 我要先爱人 跟我说一句 我要先爱人 不要常常说 为什么没有人爱我 先问你自己 你有爱人吗 你有付出 为别人的生命付出过吗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一些的 这些的人对我说 哎呦 我很感恩那个人 在我生命里面的付出 特别在他最需要的那段时间 他永远记得 所以CYC 我们不要成为明的罗 想的罢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 积极地去爱人 要怎么样爱呢 不是只是说 女生们 不要男生常常跟你说 哎 我很爱你 我可以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月亮 然后呢 我会为你上刀 上什么 上刀山 下油锅 然后呢 你是什么 你是鲜花 我是一堆屎 然后呢 你在我生命里面 哇 我告诉你 这些是甜言蜜语 你看他在你生命里面 做过什么 你想一想 他有没有为你付出过任何的东西 我曾经遇到一个男生 在我还没有遇到恨静果之前 有个男生在追求我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 哎 这男生不错啊 也爱神啊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的祷告是 他一定要谈 我的丈夫一定要会谈其他 所以你看啊 你跟神的祷告 神会垂听的 所以我跟神说 神这个男生 我的未来的丈夫 一定要谈其他 因为我觉得谈其他的男生很帅 OK 有谁是跟我一样的吗 觉得谈其他的男生很帅 没有啊 哦 哎 怎么Raymond举手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就遇到这个男生 我觉得哎 不错啊 这个男生 只知道 第一天他约我出街 然后呢 吃饭时间 然后通常 男生们 你们约女生吃饭 OK 你们会怎么样 你会 你会 你先问他嘛 对不对 你喜欢吃什么 是吗 女生 应该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男生应该就会问 哎 你喜欢吃什么啊 你要点什么啊 然后当然那时候我就说 哎 随便啊 我什么都可以吃 然后很开心跟他聊 吃完了 然后你知道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吗 哎 他 他也特地来我的公司载我 然后他常常也载我回家 我觉得哎 这男生很好啊 然后吃完饭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永远记得 他 没有啊 不是这样 他先这样 那个waitress来了 然后 Bill来了 然后他就 哦 给钱 给完钱过后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说 刚才我们吃了50块 你大概吃了23块 所以你给回我23块 有遇过这样的男生吗 我生命里面我遇到过 当然我不是说那男生不好 但是我心里面 我开始觉得一样事情 哎 在追求我哎 哎 又说爱我 又说喜欢我 但是 讲到钱 就算得很厉害 因为他不是那种 没有钱 他是OK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哎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对他大打折扣 所以男生 给你一个tips 你约女生出去吃 如果你给不起 那笔钱 那你就不要去那种 很高档的 我相信这女生爱你 他不会介意 所以一定要去很豪华的地方 他是请你真的 你约他出去 当然我觉得说不是单独啦 就是那些真的是 过了宝贝 花时间 花心思 花钱 所以我们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说我爱你 我爱你 你有花时间给他吗 丈夫做老公的 你说你爱我太太 你怎么证明给他看 可能你的太太很希望你常常听他说话 你有花时间给他吗 还是你常常回到去 很累啊 你有花时间给他吗 你有花心思吗 你有花钱 在你所爱的人身上吗 各位父母亲 我们有花钱花心思 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吗 你孩子生日的时候 你有没有特地的就 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东西 甚至买他喜欢的东西 跟他有很好的quality time 有没有啊 当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孩子这么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 因为父母亲 不是要怪父母亲 是我们父母亲 没有花心思 花时间 甚至花钱在他身上 甚至小组 你有花心思在你的小组吗 我记得以前 我在带大专生的时候呢 中学大专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生了我第一个儿子 在坐月子 我知道有些人应该知道 甚至有些人应该 在那个时候有参与在那个的事情上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在坐月子嘛 然后这些的大专生 他们就很 其实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就在坐月子 然后其实 因为很累 坐月子 然后我又喂母乳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很累了 就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孩子就在旁边 所以那天其实是我的生日 但是我就觉得说 哎呀 没关系啦 就那一年 有没有 我的领袖有没有帮我庆祝 没关系 因为我在坐月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早就睡着了 然后呢 到一半 到有一半的 我忘记几点了 我孩子就哭了 我就把他抱起来 然后 喂妈妈们 喂人啊 你就知道咯 就是直接爆汤 然后直接喂 然后呢 突然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在喂车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门就 咦 打开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知道他们捧着蛋糕 不是两三个人 我相信应该有二十多 到二十多个人 台南女女 就是大专生 我的领袖们 他们就进来 就拿着蛋糕进来 小燕姐生日快乐 我抱着我的baby 我在喂母乳 还好我前面有一个被单 我就说 我就喊 甚至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 我那时候我记得 他们有几次呢 都是什么呢 躲在我的家里 有一次我最记得就是 他们躲在我的房间 十多二十人 那时候我的房间很小 就是那种condor的房间 他们躲在里面 不是躲一个一分钟两分钟 是躲了我 相信大概有半个多小时 在里面 又没有开风扇 又没有开冷气 因为他们怕我发觉 所以那个时候 当我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给我surprise 然后问他们 然后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是满脸头大汗 然后他们说 哎 生日快乐 你知道我到现在 我都很记得 我也很感动 虽然那个 为人奶那个是真的是 但是我很记得 因为我很开心 我的领袖们 他 花心思在我的身上 你知道 我每次想到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流眼泪 因为我觉得 这个的爱 是 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 第二堂的弟兄姐妹 你有为你的小组 花过心思吗 你有为你的组长 花过心思吗 你有为你的组员 花过心思吗 你的生日 是只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拿蛋糕 还是你会花很多的心思 我们太多了 以前 在车上躲啦 然后在他家里躲啦 都各方面都有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因为 花心思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 花心思 第三 第三个很重要的 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兴起 更刚强的下一代 但是我们第二堂的 我们不要说 哎呦 我们都是上一代了 我们现在 我们就老了 我们就 不是的 这里讲的兴起 更刚强的下一代 除了年纪上 也是什么 我们的门徒们 父母亲 请问 你会愿意看见 你的孩子比你强 还是你要看见 你孩子比你差呢 你跟他说 不用这样努力的啦 妈妈考一百分 你考五十分就好了 还是你期待 你的孩子说 哎 妈妈可能 以前不好 但是你现在可以更好 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父母亲对吗 领袖们 今天我们 渴望看见你的门徒 你所带领的 这些的 你的主员们 他们比你做得更好 还是你觉得说 哎呀不要这样好啦 他做得好的时候 你压着他 不要给他做得更好 你为什么比我厉害 你应该比我差 不是的 如果今天你的主员 他比你做得更好的时候 你有为他拍掌吗 你有跟他说 嘿 Keep it up 加油 你要做得更好 你要做得比我更好 因为我自己也要做得更好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的时候 请问 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 大家都能够什么 为了神做得什么 更好 而不是 不要让你起来 然后呢 你一好过我 我就把你压扁 不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见 我们所带的人 我们的下一代 Young Warrior 他们可以做得比我们什么 更好 所以当他们做得更好的时候 我们跟他说 哎 Well done 很好 你做得很好 当我们看到其他团队 比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 Oh well done Oh做得很好 Oh family 哇你们做得很好 哇拍手 哇这个的直青 哇俊威小组 你们做得很好 哇 我们真的为你感到光荣 当我们大家都在这样的气氛的时候 请问我们大家会不会做得更好 一定会 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彼此的 鼓励的一个情况里面 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 耶稣呢 祂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12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什么 我所做的信我的人怎么样 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所以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要我们做他比他更大的事 耶稣期待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 耶稣可以使使人复活 耶稣说你也可以叫使人复活 耶稣说我讲道三千人信主 你要比我做得更好 所以彼得讲道 是不是啊 他一讲道三千到五千人信主 我们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他比耶稣什么 做得更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 就是我们要去鼓励 甚至我们自己要做得更好 而且在菲利比书也说 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 当我们有刚强的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建立的门徒比我们更强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什么 神的事工大大的什么 被祝福 而不是今天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我才可以做完所有的东西 只有我可以带好敬拜 只有我可以带好讲道 只有我可以带好团队 我的主员们不能的 他们不能他们不行的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什么 你完全没有办法被release出来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 你的门徒们都没有办法被信起来 所以嘿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见神的事工 要大大的被祝福的时候呢 我们要信起更多更刚强的下一代 好让当有一天 我们有一些人 我们真的被神拆派到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里还是有人 在继续的带领 而且带得比我们更好 Amen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 你要带得比我更好 第四 怎么样的有一个 这一个的核心价值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火热爱神 积极爱人 兴起更刚强的下一代 第四 就是美好品格 跟我说美好品格 请问你信主后 有没有人这样来问过你 或者跟你说 嘿你信主后 你好像很不一样耶 你的态度生命品格都改变好大呢 我觉得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到你现在 你是 你是 你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的不一样呢 你的家庭好像改变了 你对人的态度好像改变了 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这样的东西啊 其实今天我们信耶稣 我们跟随耶稣 他不是一个的宗教 今天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 耶稣把所有他的话语都写在圣经里面 我们要什么 跟随耶稣 我们就要常常看 耶稣做过什么 Do what Jesus did 耶稣的生命品格是什么 耶稣 祂是怎么样怜悯人的 耶稣祂是怎么样帮助人的 耶稣怎么样的 来服侍人的 所以当我们 学耶稣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 美好的品格 你信了耶稣过后 你的品格变得更好 还是变得更糟糕呢 今天你服侍神 你的品格是 只是外在呢 还是你的内在呢 在撒末尔记上 16章7节 上帝对这个的撒末尔 当撒末尔要去选 这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 他总是看外貌 哇这个大哥很大只 很帅 二哥很有本事 但是神跟撒末尔说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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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什么 人是看外貌 哇这个人很厉害 哇这个人很棒 但是神他什么 耶和华是看什么 是看内心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 你带了什么礼物来 你有没有带你的心来 你有没有带你渴望的心来 还是你来到聚会 你只是穿上金钱的外袍 来到这里 神说什么呢 这些是法利塞人的 一个的行为 所以今天神看我们的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的内心决定了 我们的内在的生命 决定了什么呢 上帝以后 他承载给我们的 这个的服事的 这个的承担力 我们看到约瑟 为什么他的生命 看起来好像很多的波折 但是在这些的波折里面 我们看见什么 神都在塑造他的生命 以至他将来 他成为宰相的时候 你知道吗 生命不再一样 他能够去承载 承担整个的王国 所以我常常都跟我自己说 上帝啊 我的生命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需要改变的 我的生命 有什么东西呢 哦 主啊 是你需要去破碎我的 因为当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内在生命 我们没有让神来改变的话 我们没有一个美好的品格的话 那请问 今天 这些的非基督徒他们进来了 他们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看见什么 信耶稣也不单止 不过是如此 今年要到了 你回到你的家乡 请问 你的家人 他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看见什么 信耶稣 哦 也是赌博啊 信耶稣 也是这样喝醉酒啊 信耶稣 也是这样啊 也是玩手机啊 你看都没有跟家人有团契的 信耶稣 啊 我们有没有一个美好的品格 让我们的家人 我们身边为信主的 不是今天 我们传福音给他就够了 是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看到什么 哇 我这个孙子 很不一样了 我这个儿子 很不一样了 阿们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要期待什么呢 我们 我们的师母 OK 他会跟我们分享 五个很重要的什么呢 五根很重要的 我们生命的竹子 不要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你装不久的 你今天可以在众人面前装 但是生命的东西 有一天会流露出来的 所以下个星期 我们会来分享 我们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五根竹子 虽然你说 我已经听过了 我会啦 一样的态度就是 重新的refresh你自己 有没有做到呢 听了 有没有在renew呢 有没有继续的在做呢 没有的话 下个礼拜 真的 我们要期待 Amen 那最后 我们要来看 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竹子 是什么呢 就是迈向卓越 最后的一个的 core value 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迈向卓越的教会 我们来看 腓立比书三章 十二到十四节 腓立比书三章 十二到十四节 腓立比书 这一节经文 我相信很多人 我们也不陌生 这次保罗呢 他所写的一个的书信 这里说什么呢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呢 我们念到第十四节 一二三 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 我乃是要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第十三 弟兄们 我不是 我只有一件事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灾 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保罗呢 他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态度 这里说到什么呢 保罗说 如果你有highline 你把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那一段圈起来 你知道他这里说什么呢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今天晚上 我们要迈向卓越呢 很多时候呢 一个的拦阻 一个的态度 想法 一个错误的想法和态度 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说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 代表什么呢 第一个想法和态度是什么呢 骄傲自满 我以为我自己很好啦 我很厉害啦 你知道吗 我已经做得很好啦 我已经做得很perfect啦 我不需要再进步了 你不觉得我已经很好了吗 我还要进步吗 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 不想再听别人给我们的建议 你是谁啊 我在职场上 我是一个CEO 我是一个什么呢 我在教会要听你的吗 你很厉害吗 当我们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呢 坦白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迈向卓越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很好了 所以别人的意见 你都没有办法采纳 所以你的生命很多时候 怎么呢 是很孤单的 因为没有人再来给你意见 第二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代表什么呢 懒惰 安逸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学得很够了 我不想再突破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带小组 我已经带两个人 OK了 不要再教我太多了 我已经在小组服饰 破冰 OK了 你知道这种心态是什么呢 这种心态呢 就是常常想要什么 逃避 不想要做的更多 不想要麻烦 不想要付出 因为我们觉得说 要做啊 又要付出 等一下又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很累的哦 而且要改变是什么 很辛苦的 又要调整啊 等一下又要把我放去另外一个小组 我要重新学习 不要啦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我们个人的需要为 什么 前提 我们没有 常常没有一个心态觉得说 换小组啊 OK啊 可能神要在新的小组里面让我学习更多 不要给我时间学习 我很少会听到有人这样子说 通常都是说 啊要换小组啊 不要来了换小组 我们很少会什么呢 有一个心态是什么 嗯 好 没关系 我突破我自己 我是很怕 你知道吗 以前我中学的时候 我是那种很怕跟人讲话的一个人 你知道我跟人讲话 我的头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在中学的时候 没有人喜欢我的 别人都背格我的 我曾经在台上讲过 我不喜欢去上学的 因为我觉得我上学 我要跟人讲话 然后呢 又没有人喜欢跟我讲话 我讲话别人又笑我 所以我很讨厌 但是我跟神说 神啊 我不能成为这样 因为我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以后我就不能够服侍你 以后我这样的生命 我就不能够影响别人 我不要 神你帮助我 你知道 要改变是很辛苦的 特别你是那种个性 你是很难改变的 突然间 就好像我这样 突然间要在众人面前讲道 要在众人面前讲话 你知道是 很怕很怕的 但是我为了神 不是因为我很厉害 是因为我知道 上帝我要为了你 我要改变我自己 所以上帝他帮助我 所以今天我可以在这里 跟你分享见证 这就是因为什么呢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第三 也不要有一种态度是什么呢 随便 骂呼 我已经会了 编姐 我已经会了 你不要再讲了 OK了 我会了 所以呢 带小组这样吗 OK咯 明天小组 今天我就随便看一下 我明天会带的啦 随便 这样子啊 哦 小组要食物啊 不用啦 大家都很熟了 没关系 出去吃就好了 随便 哈 生日还要搞什么 这些惊喜 哎呦 那个小燕传道很麻烦的 还要搞什么惊喜 随便就好了 他有一个蛋糕可以吃 哈利路亚 开心就好了 随便 不想要付出 不想要麻烦 妈妈呼呼 随随便便 认为自己 有做就OK了 做得好不好 没关系啦 不好啊 哎呀 有做就OK了啦 如果今天 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没有办法 迈向左悦 我们的小组 还可以过吗 还可以过的 你每一天就是这样过 但是你发觉什么 你的小组就越呆 那个人就越少 你发觉 你的工作 你常常随便 妈呼的话 你会发觉什么 你的工作 你的老板 就会什么 有一天叫你进房间 给你辞职信 给你这个 不是辞职信啊 这个什么 set up信 就是把你set up 因为他觉得说 很多人可以取代你啊 因为你工作随便 你马虎 你很多东西 你不去做 你不想走二里路 叫你做一个 你说 又要做一个啊 我可不可以 做一半就好了 叫你做多一点 为什么不叫他做 我们总是什么 斤斤计较 甚至随便带过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坦白说 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卓越 如果今天你的这三种态度 你都有的话呢 你会发觉当你开始自满 你觉得你很厉害了 甚至你开始安喻 你开始对很多事情都随便 没有想到要进步的话呢 你就不会看见你有进步的空间 你有没有办法看见你未来 上帝要给你更大的功课 要你突破和学习 那今天你在学业上 服饰上 工作上 你有迈向卓越的这种的想法吗 还是你是我刚才所说的 随便 安逸 自满 如果今天这个是你的话 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帮助你 你知道时间是很快过的 一年一年 就过去了 等到有一天你想要改变的时候 你改变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已经在病痛里面 你可能已经年老了 你没有办法再改变 所以今天改变是辛苦吗 辛苦的 迈向卓越 麻烦吗 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常常检讨 小组们 带领小组的组长们 你有常常检讨吗 你有常常跟你的组员领袖检讨吗 我们哪里要做得更好啊 还是你 要检讨啊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吗 当我们有这种态度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上帝他看见 所以我常常鼓励自己 我常常用一段的话语 鼓励我自己 什么话语呢 就是 因为我又不想让我自己 常常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我会跟我自己说 这个是以前一个牧者 他跟我说的 什么话呢 就是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常常跟我自己讲 小燕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特别在我很沮丧的时候 很无助很累的时候 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呢 我都会提醒我自己 小燕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你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你虽然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不要自满 但是你也要肯定你自己 你已经做了 但是不足够 你还有更多要学习的空间 你还有更多更进步的 需要进步的空间 Amen 所以第二堂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不知道你听完这个信息 你心里面 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动和想法 但是当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上帝在提醒我 也在提醒我们很多的人 这种的核心价值看起来 它好像是一个的口号 第一我们要火热爱神 要自己爱人 然后要兴起刚强的下一代 然后我们要有美好的品格 然后迈向卓越 来我们一起来背 我们火热爱神 自己爱人 我不期待今天 这个五个core value 成为你们的一个口号 我希望的是 这一个的core value 它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很重要的 好像 好像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功课 你要紧紧地抓在手上 放在你的心上 在你门讯也好 在你见人也好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都好 这个core value常常提醒你 我有火热爱神吗 我今天好像又不想去教会了 我有积极爱人吗 我今天接触一个新人 他很麻烦的 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 很累 他又跟我 要这个要那个 我有爱他吗 然后我有兴起我的领袖吗 我看到我领袖跌倒的时候 我是踩他几脚 还是我爱他 帮助他 让他做得更好呢 我有美好的品格吗 当别人在我的生命里面 别人看见什么 当别人进来西外西的时候 看到你们西外西的弟兄姐妹 很不一样 一进来就有人帮我拿bag 然后一进来 有很多人对我笑 很多人就是看到有孩子的 他们会帮助这些妈妈们打推车 他看到这些牧师 当牧师在进来的时候 会说牧师你好 你知道我常常没有看到 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会跟我们牧师打招呼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常常看到我们 小晏姐来了 赶快走 不受过赶快走 然后连笑一个都没有 当然我知道我也要学一些的时候 我也要笑 但是有些时候我不认得大家 所以有些时候我不知道笑还是不笑 笑他们又觉得为什么我谁都笑 所以我当然也要学习 但是我发觉这个美好品格 很好的这个文化没有了 弟兄姐妹看到女生 会先让女生先出去 先让女生 帮忙女生拿种的东西 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的文化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要恢复呢 想要恢复这个美好的品格呢 最后系外系我们要带动复兴 引导潮流血造历史影响世界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迈向卓越的 这一种的心态和态度 不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 你随便 你的成果就是随便 但是今天你说没关系 我不会 但是我跟我自己说 我要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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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们这样的话 你会发觉什么呢 神的教会充满了积极的人 积极爱神 积极爱人 积极建造神教会的一般弟兄姐妹 Amen 我相信这一堂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做到 好不好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 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闭上眼睛 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也求神提醒我们 到底在这个五个核心价值里面 有哪一个核心价值 是我们已经没有了 甚至已经放弃了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祢是我灵的一千古 你是我心的朝宝物 与你同在我不孤独 我要敬拜你 写上自己在你跟前 让我与你甜蜜共处 让我与你甜蜜共处 请着你我无法感受 不需要你 敬拜我 我要一生 跟随你的脚步 等我记录 你只一种够处 用我全心 和我决定 毫无保留限给你 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 全都在你耶稣 我的感受 一定使我帮助 我愿意愿 我愿意愿成为 你的祈离 我愿意愿成为 我愿意愿成为 你的祈离 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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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使我帮助 我愿意愿成为 你的祈离 我愿意愿成为 我愿意愿成为 但是其中的一个 两个 甚至可能是五个 都已经没有了 今天你不是 要跟我交代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知道 上帝祂爱你 祂要帮助你 祂要恢复你 你曾经是这样的火热爱神 你曾经是这样积极的爱人 你甚至曾经 是这样渴望 你的生命被改变 但是今天 你已经开始 累了 你开始麻木了 你开始不想要付出更多了 你觉得来聚会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你觉得说 今天还要挑战我服侍吗 你今天还要挑战我来小组吗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信耶稣不是一个的宗教 今天我们相信的神 祂不是渴望 看到我的孩子们 祂只是 这个的七点半到九点半 来到这里 坐在这里听到而已 我们的父神 祂期待你成长 祂期待这个五个 核心价值都在你的生命活出来 因为你就是祂的孩子 你就是祂的所拣选的门徒 我常常跟神说 甚至我跟很多的领袖说 我不相信上帝只拣选我一个 上帝是拣选每一个人 但是上帝 祂看的是什么 祂看的是你的愿意 祂看的是你的渴望 祂不是看你的能力 祂不是看你做过什么 祂看的是你的愿意 今天你渴望吗 来到2019 很多人都已经设了目标 我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你的目标有没有是 讨神的喜悦 你的目标有没有跟神说 神啊 我今年里面 我要花多少时间给你 我要做多少的事情 是让你喜悦 所以等下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来到台前 你跟神说 神恢复我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我相信今天 上帝要恢复一些的人 这次在我们当中 你曾经是很爱神的领袖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你已经离开 神要恢复你 因为你是祂的孩子 神今天恢复我 是因为今天 我回到神的面前 我跟神说 神啊 对不起 给我一次的机会 我要 继续地爱 弟兄姐妹 YP的弟兄姐妹 不要觉得说 我年纪已经大了 神没有看你的年纪 神看你的心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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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真心 和我坚定 何不怕留下为你 不要成为光旺的人 如果你知道今天神在对你说话 你来到神的面前 神喜悦单纯的 像孩子一般的心 祝我满足 我愿成为你的祈离 为荣耀靠去你的思路 我要一生跟随你的脚步 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 你知一种我主 用我真心 和我全力 毫无保护 写给你 我的盼望 全都在地耶稣 我的感觉 给你 是我的祈离 我愿成为你的心 我愿意 为荣耀靠去你的心 我愿意 为荣耀靠去你的心 为荣耀靠去你的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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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